什么事 说呗 说呗 我儿子同意咱们的婚事了 真的 那可太好了 太好了 就是 他想要十万块钱彩礼 说看看你的态度 没事 我想法子 哎 书 书想过了 我同意跟我女儿的婚事 谢谢书 先别着急 这个书呢 要十万块的彩礼 书 您看我这房子也准备了 这彩礼能不能修 书也不想拿 没办法 是吧 我想办法 吐哥 虽然我年龄比你小 但是长胸如腹 是 你和我妹的事呢 我同意了 真的 谢谢王诈 不不 大舅哥 大舅哥 咱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你先别着急改口 我们打算要十万块彩礼 十万 王诈 大舅哥 你也知道的 我没有正式工作 也没存款 你想想办法 要不然就别跟我妹见面了 老妹啊 我跟你说 王诈已经同意 把他妹妹嫁给我了 那太好了 啊 就是他们家要十万块钱彩礼 哎呀 我的好妹妹 你帮忙哥哥嘛 你也知道我们没正式工作 没存款的 我四十好几好不容易找到个媳妇 你说什么你得帮我 你不能让咱家绝后啊 哎呀我的妹妹 哎呀好了好了 我帮你想办法嘛 老公 哎 我哥的婚事人家答应了 那挺好啊 那接了回来让他收收心 正经找个班上 但对方要十万彩礼啊 别看我 我帮他不少了 房租车子 泡溜的钱都是我出的 再说了咱们现在要养孩子 老公最后一次 哪次不是最后一次 行 你不帮我自己帮 我出去打工去 哎呀 你起那个大肚子你乱什么呀 我帮 我帮行了吧 妈 我改变主意了 台书要是想娶你的话 我要二十万彩礼 这么多 我也没办法啊 那台 彩礼要二十万了 叉叉 彩礼要二十万了 彩礼要二十万 妹妹 人家彩礼要二十万了 喂 你干什么啊 他人家又要二十万彩礼了 这个怎么办啊 我想办法 下来 说出来可能有点过分 我儿子彩礼要五百万了 我不百万 你不当我是谁的 你守住吗 我看我们俩呢 还是算了 我高排不起啊 不是 你先听我说 老台 老台你听我说呀 老台 老大 说 叔叔不要彩礼了 要什么彩礼 那又不是买卖 是吧 谢谢叔 谢谢叔 主哥 我不要彩礼了 真的 真的 大舅哥啊 小舅哥啊 又涨了 人家 不要彩礼了 不要彩礼了 这再涨啊 我得跟你妹夫离婚了 妈 是我不好 现在不需要那么多彩礼了 要不还让之前说好的 十万就可以了 真的 老台 我真的没骗你 真的就只要十万了 真的 好 我去想办法 慢点 你慢点 小小小小小小小 短 陈翔六点半